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John 今天在这个video 和大家讲下有些good news good news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英国 Bank of England 决定不加利息 所以现在的利息是5.25% 5.25% 这个加了两年了 这个利息 一直加了十几次 加了14次 现在停了 我上一个video 是关于说八月的通胀 我说 其实可能利息是有个turning point OK 那就可能不会加息 那我真的给我说得对 如果你想看那个video 我是一两天前做的 就somewhere在一个description 或者在一个screen那里 我会给你一条link去看 OK 那这个是good news for那些投资者 首先我是mainly deal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投资者 我公司是帮香港人 OK 专是帮香港人 物业投资在Glasgow 那这个是good news 因为利息是停了 OK 不再加 那会不会现在跌下来呢 我觉得就不会 那那个英国的银行 会hold一段时间 我们好像一个table talk 那样 它hold一段时间 有个small的机会 有个small的机会 会再加息都不低 这次加息呢 是其实很close的 他们呢 每一次 英国银行 要不要加息呢 有个committee的 那那个committee 有九个member的 跟着呢 就majority rule 那记得九个 一定有一天人赢的 OK 这次是四 五个人想hold住的利息 四个专家说要加利息 所以要hold 那个是赢了的 OK 那现在下一次定的利息呢 我觉得呢 就有机会是打横行 OK 那 是啊我想想和大家share 这件事而已 那呢 变了呢 那对你有什么影响呢 就是 那个利息呢 会影响那个mortgage interest rate 我觉得现在银行呢 那些银行知道有这个消息呢 就知道不会再加息呢 就会开始 但是他们给那些产品呢 是减息呢 那减多少呢 就应该减少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positive sign 所以呢 如果是接下来减息呢 我会再跟大家说 那就是说 起码呢 现在不会再加利息 那是good news OK thank you 你看我的video 我希望你是subscribe我的video subscribe我的youtube的channel 那我有什么事情是关于物业投资 我就会post在这里 OK 那如果你是 我先谢谢你 我的target呢 就想去到2000个subscribe 我去到年尾 想有2000个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帮我 OK 那我下一个video呢 下次再见 拜拜